注意看,眼前的车辆挡住了消防通道,见车子停在原地不动,队长打开消防车警示。 队长见车子丝毫开动的意思也没有,于是急忙下车查看,见车里没人,于是大声冲附近呼喊车主在不在,喊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的踪影,由于时间紧迫,队长怕影响消防员紧急救援的最佳时间,队长直接将车子的车窗锤开,号召兄弟们将车子一起推开。 碰巧这时,车子的主人回来了,男人看到自己车窗被砸,大发雷霆,消防员解释自己在执行任务,车子挡路才会出此下课,于是转身急忙赶往救援中,车主却不依不饶地抓着队长。 你为你当兵的我都不敢收拾你。 你要怎么收拾? 这时旁边的消防队只会看不下去了,跑过来一把抓着男人,对着他说要是在妨碍公务,耽误研究百姓的人生安全,就把男人抓起来。 以支持消防员的做法吧,点击头像加号看更多听听。